有人问我说520怎么过 就不会问问题 一般我很少拿来咨询我的问题 作为视频的选题 让它确实碰到一个特别俗 也特别难的问题 搞得我都多了一根白头发 一个女生问 她现在遇到两个人 一个感觉不错 条件稍差 一个条件一般 但感觉不错 非要选一个 怎么选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难 因为她怎么说都是错的 所以如果非要在两个错误的选项里面 选一个的话 左思右想 右思左想 我还是稍稍偏向女生去选择 感觉一般 但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人 那么我就来说一下为什么 我发现很有意思 影视文学都特别喜欢歌颂穷人的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 穷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但是往往到了婚姻家庭阶段 穷就成了原罪 典型的窝居里面 小辈带着海藻鸡自行车 被她走路 海藻为小辈煮挂面 这那的 隔着屏幕 我们都能闻到那股酸臭味 对吧 而后来呢 一边要结婚 一边又要想着帮姐姐还债 当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一来 钱不够了 于是有了嫌隙 恰好宋思明出场 然后你知道结局也是挺难堪的 虽然是电视剧 但我觉得还是挺写实的 OK 那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穷一点可以 而结婚就出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谈恋爱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浪漫 是激情 是快活 而这些东西 确实不一定需要钱 奥米其林大餐是浪漫 两个月份一碗牛肉面 也可以很浪漫啊 对吧 你说去五星九店是激情 在小树林岂不是更 总之就这个意思啊 浪漫这些什么的 不一定非要钱 连也可以嘛 甚至有时候穷一点 还能幻化出一种悲壮感 就说啊 有一万块钱的人 给你花一千块 你可能觉得还好 但是有一千块钱的人 给你花一千块 这就是给了你全部哦 毫无疑问 这个就要强力很多嘛 是不是挺悲壮 所以说在恋爱阶段 没有什么比爱和被爱更重要 所以相对而言 只要能够浪漫快活 物质条件这个东西 可能对于女生朋友来说 也没有那么在乎 我觉得这没什么毛病了 是一种挺美好的爱情观 对吧 但问题如果指到这里 那就简单了 你看开头那个问题 有感觉和有条件怎么选 说明能够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一定是在乎条件的 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 会容易产生一种想法 就是困难可能只是暂时的 只要两个人同舟共济 未来总会好起来的 虽然很不想说 但真实情况就是 大多数人这一辈子 都很难实现所谓的逆袭 尤其是一个成年人的逆袭 往往背后能够折射出 他的家境资源 天赋等等方面的劣势 这些东西一般不太容易改变 所以他必须在能力 精力 甚至是机遇方面 付出很多很多努力 才能够弥补上面 说到的这些劣势 这一件事情有多难 有时候你不努力一下 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 所以如果在一开始 选择了条件相对差一点的人 最好是吧 就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觉得未来一定能够逆袭 这种事情 大概率会失望 当然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 我爱他这个人 哪怕他一辈子都碌碌无为 我也愿意陪着 OK 这个想法的能量是非常正的 只是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粗暴了 为什么那么说呢 说穿了 所谓爱这个人 所以愿意陪着 背后的潜台词是 只要能够一直维持这种爱与悲哀 我就愿意承受这一切 但是在恋爱阶段 只有爱与悲哀的时候 这些都好说 而长期关系里面 现实的因素比例会逐渐的加大 像浪漫 激情等等这些 会越来越少 也不是那么功利 就说找个人结婚 就不需要感觉 而是说 共同解决问题 应对风险的能力 才是更重要的基础 而残忍的是 这个基础 往往就是经济基础 它能够解决生活中 大部分的问题 应对大部分的风险 你看经常有人说 泰坦尼克号 如果最后Jack没有死 而是活下来和Rose 组成了家庭 其实他们的生活会非常糟糕的 Jack会觉得Rose 一定要用奥地利产的黄油抹面包 Rose会觉得 Jack曾经只知道画了一些破话 有这功夫 还不如去跑美团外卖 而且你会发现 几乎大部分伟大的爱情故事 都是这样戛然而止的 要么是分开了 要么是谁挂了 因为背后的故事没法说了 它如果太真实 太现实的话 就不够伟大 也就赚不到你的眼泪 而且再说点题外话 如果你非常非常在乎下一代的话 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出茶蛋饭 过一辈子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都知道 现在压垮一个家庭的 根本不是柴米油盐 甚至不是房价 当他长大之后 他依然没有家境资源 他必须和上一代一样 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当然这个不用太敏感 我不是说条件相对差一点 就不配生活 我也从来不怀疑 穷人会有真正的爱情 只是我见过更多的是 当贫穷成为一种底色 笼罩两个人的生活 渗透到生活中的细节里面 会很快的消磨掉爱情 之前两个人 你是你 我是我 只有一碗面 还都给了你 这当然是真爱 只是婚后你和我会变成我们 所为的付出 也就变成了 无法为这个家庭 创造更多的价值 感动变成了嫌弃 当你打从心里认为 我现在每天过得这么憋屈 都是因为和一个 没本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会义无反顾吗 反过来一样的 当对方已经觉得 你对他的嫌弃 到了这一种程度 来啊 互相 伤害啊 最后有句话叫做 贫贱夫妻百事癌 他最初的意思是 共同经历过贫贱的夫妻 一方死后 另一方会更加的伤心 而现在我们听到这句话 会更多的理解为 贫穷的夫妻 在生活中 每件事都是不顺行的 这两种解释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我当然知道 共患难是可贵的 是正因为大部分人 共不过去嘛 所以他才嫌得可贵 是吧 我们凭什么相信 我们就一定共得过去呢 很难说的 所以啊 如果一个人 他被逼到问出这个问题 非要在两者之中 做一个取舍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远一点 恋爱确实可以穷着谈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结婚 最好是有一些经济基础 注意啊 这不是拜金主义 这只是现实的考虑 不是说一定要去找有钱人 我只是想说两个点 第一去审视一下 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 然后尽可能的找匹配的人 比如说我一个月 最低铁打不动的 要花掉六千块 那最好两个人的收入 是能够比较容易 支撑起这个数字的 这样基础的物质生活保证 两个人反而能够更愉快的 去谈情说爱 感情可能是越来越好的 但如果你不得不把六千块 这个基本的生活费 降到三千块 你很难保证到时候 不心生怨念的 第二 如果你是真的爱上 一个经济条件 相对弱一点的男人吧 那最好 自己能够有经济上的保障 没错 对面没钱没问题 你有钱也可以嘛 虽然我们说 女强男弱的关系 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但至少比男女都弱 要好一些吧 而且我相信对于女生同学来说 当你有了一个比较强的 创造财富的能力的时候 这种安全感是非常强的